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,现在 迪丽热巴自朝全家最丑,看到与妹妹的合照后,神仙一家 今天的文章是跟大家分享迪丽热巴自朝全家最丑,看到与妹妹的合照后,神仙一家 在娱乐圈中俊男美女数不胜数,想要在其中以美貌出名可想而知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 但新疆女星迪丽热巴却从刚出道就以高颜值著称,美艳时尚的外表圈粉无数 而且由于出生新疆,所以天生就带有抑郁风情的面孔在娱乐圈中便十度十足 再加上高挑的身材,永远是人群中的焦点 但之前她却自嘲过她是家里颜值最低的,让人直呼不敢相信 大家都觉得她在谦虚,毕竟在我们眼里迪丽热巴已经是神仙颜值了 直到她晒出全家福看到表妹的照片之后,才发现她并没有说谎,她的表妹也非常漂亮 虽然没有热巴有气质,但在普通人里也是非常出挑的了 不过热巴也不是像她自己说的是家里颜值最低的,不然让我们普通人怎么活啊 除了她的表妹之外,她的父母颜值也很高 热巴抱着的那位就是她的妈妈,爸爸是新疆有名的歌手但长相并没有公开 她表示自己父母年轻时都是帅哥美女,不然自己的颜值也不会这么高了 看来基因遗传还是非常重要的